海军舰队左营军区今天开放参观 准备了不少精彩的表演要让民众耳目一新 不过受到了纽承泽登船事件影响 要想进营区看船看表演 管制变得更加的严格了 就怕外籍人士又偷跑上船 我们是只要具备有中华民国国民的证件 他都可以进来 那如果是陆籍的陆配 或者是外籍人士 他必须是由雇主来担任雇佣者 雇主的证明 在雇主的陪同之下经过切捷 那外籍人士也是如此 是由他陪同来来 经过填入基本资料以后 然后留下基本资料 留下切捷 然后全程陪同 可以进入 拿出证件全家大小是顶着大太阳排队 就是为了要登记来进入海军左营军区 为了避免斗倒偷带中国大陆级摄影师 登船事件的影响 管制现在是变得更严格 而虽然等待的时间拉长 不过民众认为能看到精彩的举拳表演 遵守规矩确认身份 只是小问题而已 тон级摄影师 paling简 denk